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远方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大家可能猜不到在哪个地方 看一下这个就是大厅里面 这里面是结账处 还有接待处 我们出去吧 这个是一个病房楼 病房楼的一个大厅 人非常多 现在出去再说吧 门口也是有很多的车辆 然后这车辆也都是 外面的这个县市里来的 外面像是来的 就是可能是说转院转过来的吧 那边呢也是一个进出口 这边的情况呢 就是病房楼 这个医院呢 是河南最大的一个院 不是河南吧 号称全世界全球最大的一个医院了 这个医院 它光床位就有12000多庄 并且呢 就是它的这个每天的人员就诊量达到了几万次 几万个人次 然后最让人惊叹的是就是说每一天的这个营业额啊 达到了6000万以上日营业额 是不是 但是它具体不知道是不是每天都这样 因为它也有几个院区嘛 有正东院区这个合一大院区 还有还有其他的有三个院区 你看这车辆朋友们 这就是说在我见到过的医院当中嘛 这个呢是目前呢是最大的 然后呢还是人流量最大 再一个说的就是说它这个就诊人数最大最多 你看就像感激一样的 你看这些人 人来人往的 朋友们是不是 哎呀 真的是 不敢相信啊 这一个医院就达到了这种地步 我在山东直博的时候也是看了好几个大型的医院 山东直博它的医疗条件也是非常好的 好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它在医院建的都像酒店一样的 但是它也没有像 没有这么多人 河南郑州它毕竟是河南的一个省会 并且这个医院 它也是说呢就是 汇集了很多地方的一个医疗资源 这些就是医疏高超的医生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 反正是这些设施什么的 在这个河南省来说啊 都是出类拔萃的吧 我们主要再来看一看 看一看这个人流量吧 现在的时间段呢是下午的两点多 下午的两点多啊 也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 前面是哈 并有餐厅 但是呢还是人很多 前面是医学部 他这个地方 我所在的这个地方 关这个住院部啊 就是住院的这个楼房啊 有这十几栋啊 非常大 所以说他的这个床位 床位啊 一万多张床 这不是 这很厉害的 这是什么啊 看看 这哎呀 都是48页 这个是明星吧 应该是 看这是干什么的 那贴那么多张纸 哦 这个青年人才公寓 正东院区专家公寓二期 就是公布的 可能是招到一些职工吧 招到一些职工 然后分配这个公寓的 张贴的 看看这边 哎呀 他这楼啊 就是非常高 走到这里面 你再看看其他的医院 那肯定就是说 非常小了 这个医院 真的很厉害的 我本来想航拍一下的 因为人也太多 然后楼也很高 那个 就是 怎么说呢 感觉到 飞机都飞不开 所以说不飞了 我们就在下面看一看 看一看 朋友们 哎呀 这人呀 真壮观 这个地方是心律师场 胸痛中心 这里边 人也不少 就是在医院里面 院区里面的 这大马路上 树荫下面 都是人呀 看一下朋友们 那是应该是个门枕楼 这边这个楼房还在建 越建越多 看这病房楼 前面是那个二号楼 前面是急救中心 我们去那里去看看也行 逛一逛吧 这地方真的是不简单呀 朋友们 这个医院真的是太让人震撼了 我都没法表达 看那上面还有连郎 就是说它每一栋楼都有可以连接的地方 这个是三号病房楼 我们来看一看 真厉害 看一看三号病房楼 也是很多人 这门口可以像商场来来往往的人一样 我们去往那个急救中心那边去看一看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这个院区它不是面积最大的 它郑东院区好像是面积最大的 但是这个门诊量是最大的 每一天的门诊量都在两三万 然后 郑东院区那边是一两万 所以说这个院区是比较有看点的 因为它这个地方交通也比较便利嘛 距离火车站比较近 然后它也是个老院区吧 并且在河南大学郑州大学 旁边郑州大学医学院的旁边 看看朋友们 这个地方是急救中心 这是门口 这门口也就太厉害了 看急救中心 光这急救中心门口的车辆都排了很多 然后我们进到里面去看一看 那里边的药味非常大 我进去了又出来了 那边是发热门链 这边是门口 我们就在这门口看一看吧 我们 哎呦 这个你看那边是大小路 门顶部 看看这池 都拥挤成什么样子了 因为它这里面那个病房楼有好几栋 据说这个就是天桥下面 天桥下面这个 不管是什么时候 这个车都是拥挤的 然后呢都有交警啊 在这里指挥交通 要不然的话就会堵塞 堵的都不能动 然后前面这个地方呢 就是那个门诊部了 哎呀 这医院 这门口就像一个大型的集资一样的 现在这个时间段 说句实在话 那么炎热 就是我们什么也不干 出去玩 也会显热的 但是生病了 没办法是不是朋友们 看一看吧 哎呀 真的是太厉害了 现在呢就是到了这个门顶部的正对门了 我们在这边再观察一下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看看 号称全球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医院 营业额堪称印钞机 看看 门口的这个天桥现状 看看朋友们 这车流量有多大 好吧 那么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